有關Intel CPU組合語言指令級介紹 依其功能大約可分為七大類 資料轉移指令 算數運算指令 邏輯運算指令 移位旋轉指令 控制轉移指令 自串處理指令 微處理機控制指令 我們將以三個單元來做指令功能說明 首先介紹資料轉移及算數運算用指令 有關資料轉移包括佔存器與記憶體之間及佔存器之間的資料搬移 而算數運算則包括變號四則運算及遞增遞減的功能 指令級是指微處理機支援的指令集合 因為功能需求不同支援的指令數量與執行方式也不一樣 依其功能大致大致可分為下列幾項 資料轉移 算數運算 邏輯運算 移位旋轉 控制轉移 自串處理 及CPU控制指令等 首先介紹MOV指令 首先介紹MOV指令 MOV主要是將8或16位元的資料來源 複製一份給目的運算員 因此執行後兩者的內容均與來源運算員的內容相同 例如MOV AX1234H 執行完畢後 AX暫存器的內容值為1234H 而MOV AX BX 執行完畢後 AX暫存器的內容值和BX暫存器的內容值是一樣的 XCHG指令 是將來源及目的的兩個運算員的內容交換 例如執行 XCHG AX BX指令 假設執行前AX為1234H 而BX為5678H 則執行後AX會等於5678H 而BX會等於1234H Push指令是把接在後面的運算員存入堆疊頂端 這個過程也叫把資料推入堆疊 SP所指的位置是堆疊頂端 這裡已經存有資料 Push會先把SP減去兩個位元組 然後再把運算員的內容寫入SP所指的堆疊位置 此處的運算員可以是16位元的暫存器 變數 但不能是常數 只有80286等級或以上的CPU才能使用常數 而Pub會把Pub會把堆疊頂端16位元的數值 复制到其後所接的運算員裡 然後再使SP加2 這裡的運算員可以是16位元的暫存器或變數 圖中执行PushAX 假設AX的內容值為7777H 执行前堆疊指標指向在1003H 执行後77777H 放入堆疊記憶體後 SP指向位置-2 改指向1001H 而第二個例子 PubBX 假設执行前堆疊指標指向在1001H 执行後16位元的資料 從堆疊記憶體後 從堆疊頂端彈出 並放入BX暫存器 此時 SP指向位置-2 改指向1003H ADD與ADC指令 可執行兩個8位元或兩個16位元的相加 ADD會將目的運算源加上來源運算源 並將運算結果存到目的運算源內 ADC則會將目的運算源加上來源運算源 然後再加上近位奇標 最後再將運算結果存到目的運算源內 我們來看一下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ADDAX BX 假設执行前AX為0040H BX為1110H 則执行後AX會等於1150H 而BX還是維持1110H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ADC AX 000CH 假設执行前AX的內容值為0100H 進位奇標CF等於1 而BX 則执行後AX為0100H 進位奇標CF則會等於0 SUB與SBB這兩個指令 可执行兩個8位元或16位元之相減 SUB會將目的運算源 也就是被減數 減去來源運算源 也就是減數 並將運算結果存到目的運算源內 SBB則會將目的運算源 減去來源運算源 然後再減去借位奇標 最後再將運算結果存到目的運算源內 我們也來看一下這兩個例子 第一個 SUB AX BX 假設执行前AX為2000H BX為2001H 則执行後AX會等於FFFFH CF會等於1 這表示有發生借位的情況 第二個例子 SBB VAR AX 假設执行前AX為0104H CF為1 則資料段暫存器跟VAR所對應的內含值為0207H 則执行後DXVAR的內含值為0102H MUL為無號數乘法 IMUL則為有號數乘法 這兩個指令的來源運算源可以是一個8到64位元的暫存器或記憶體位置 若來源運算源是8位元 則該指令是執行位元組乘法運算 其倍乘數必為AL暫存器 成算後的結果 成算後的結果 則放在AX暫存器內 若來源運算源為16位元 則該指令是執行16位元的乘法運算 其倍乘數必為AX暫存器的內容值 成算後的結果 高8位元 則放在DX暫存器內 而D8位元 而D8位元 則放在AX暫存器 我們來看這兩個例子 第一個 MULBL 假設執行前AX為6405H BX為3412H 則執行後 直行後AX會等於005AH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 IMUL CL 假設執行前AX為12FFH CL為03H 我們必要注意到 計算前先把AL及CL符號擴展至16位元 再相乘 也就是不足部分 我們都把它補一 也就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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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CL部分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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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1 最后成绩取最低16位元写入AX 则执行后AX为FFDH DIV为无号数除法 IDIV则为有号数除法 这两个指令的来源运算员 可以是一个8到64位元的暂存器 或机体位置 若来源运算员是8位元 则该指令是执行位元主除法运算 其被除数必为AX暂存器 执行后的商则放在AL暂存器 余数是放在AH暂存器 若来源运算员是16位元 则该指令是执行除法运算 其被除数为高8位元的DX暂存器 及D8位元的AX暂存器 执行后的商则放在AX暂存器 余数则是放在DX暂存器里 若除法结果所得的商无法容纳在目的暂存器 AL或AX 则CPU会产生INT0的中断 来告诉使用者已经发生异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DIVCX 假设执行前DX为0000H AX等于0040H CX等于0FH 则执行后AX为00004H 也就是商 而DX等于2004H 也就是余数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IDIVVAR 假设执行前DXVAR的内容值为45FBH 假设AX为FFBH 则执行后AL为01H 也就是商 AH等于00H 也就是余数 INC指令 是将目的运算员的内容加1 而目的运算员可以是暂存器 或记忆体位置 同样的道理 DX指令 是指将目的运算员的内容-1 而目的运算员可以是暂存器 或记忆体位置 本单元已经介绍完毕 感谢各位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